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不上了是吧 看见了吗 忧郁症啊 大家看见了吗 台长是忧郁症老手 我告诉你 你好好听话 你现在不能吃活的海鲜了 是我儿子本人是吧 我没吃的 你没吃了 我吃炉丝的 要兔的 不吃的 那个青蛙都不能吃的 那你就许愿吃全素呀 好的 我现在开始许愿 基本上就不吃了 不要说基本上 许愿就许愿 好的 好的 你今天讲了不要开玩笑 开玩笑之后你生病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好吗 你许愿了啊 我帮你送上去啊 谢谢 你许愿了啊 我给你挂一个号 你要是敢吃活的 我告诉你 你自己倒霉你肯定会来找我的 我没有办法 我一定做到 一定做到 一定做到 是吧 还有 对女人方面 只可一个 不可太多 好的 这个呢 我也不强行对你有要求 因为像你这种人 对你有这种要求 对你来讲非常残忍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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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老实一点了 好的 好的 还有 给孩子每天念心经 让他心胸开阔 然后小房子一共要念四百多张 四百三十张 好吧 好的 慢慢念 孩子就会开心了 心经每天念多少 心经念二十一遍 大悲咒念十七遍 礼佛念三遍 好吗 这个孩子我告诉你 我现在看看他的图腾 整天把门关起来 在里边玩电脑 听手机 他的图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什么 图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这种颜色有什么用啊 你赶快先把它病治好啊 有什么用啊 几几年属什么的了 九五年属租的 白的 叫他穿白寸衫 不要穿这种 你们记住了 凡是穿衣服 当中白的 边上弄两个黑的 就像人家戴笑一样的 不可以穿的 听得懂吗 那我们放生要放生多少条鱼 放生你放得起 你给他慢慢放吧 放三万条 好的 你这个人钱是赚了不少 我都看得出来 好好的努力 明白了吗 小弟 好的 小弟你给他讲 小弟 台长你好 你乖一点 台长爷爷能够救你的 你这个忧郁症 小事情 听得懂吗 你自己念经 会越来越好的 你仔细看 台长爷爷头上 有没有光啊 有 我再教你仔细看 看到什么吗 有没有菩萨 仔细看 用镜 看看台长爷爷头上 有没有菩萨 用镜看 看得见吗 看得不太清楚 有没有个形象啊 白的 形象倒是有一点 我告诉你 你们记住了 凡是有忧郁症 自闭症的人 因为他身上有灵性 所以他就能眼睛 看见很多东西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我可以叫他看 小弟你相信 台长爷爷能救你 每天念经 许愿 放生 你一定病会好的 台长爷爷给你个要求 四个月 让你大变样 你好好念经 吃全数行不行 跟爸爸一起 好不好 谢谢台长 试试看啊 谢谢 吃全数 好 全部都是树 好不好 很好的 树很好吃的 对不对 西瓜也是树的 明白了吗 好不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快点 问一个 三二年的叔叔的老人 只能问一个了 是 三二年叔叔的老人 走掉了是吧 活着还走掉了 属猴的 三五年属猴的 干什么了 问什么了 好了 算了 本来问个王人就算了 好 许国愿 我告诉你 我不跟你开玩笑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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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